乐观众生无声响 不见助曲无曲响 横住禅记不续心 此无奈会方便利 这个后的都讲方便 文书菩萨教授我们 离合四是无奈的 离合 观众生无声响 观众生是四 四法界 无声是离 把这个四回归到离上去 这叫方便 离是什么呢 就是你心理观念 在你做这种事啊 你心里怎么想的 如果是我们在座的文法 文法固德书生响 无边圣府皆回向 但是你文法怎么理解的 你文法希望 我文法的功德呀 让我回去生意好一点 让我家庭美满一点 两夫妇啊 两夫妇啊 跟着人闹离婚 我这一文法的功德呀 什么不离婚了 黄黄细细的功夫呢 你想的是这个 那么出家想的呢 文法功德书生啊 无边圣府皆回向 回向到什么的 回向我自己开悟 光明 觉悟 成佛 有没有出家中 回向在家的 有啊 很多还俗的啊 想七想八的 想惊想怪的 想的可多了 对 但回向的不同啊 这就是看你怎么用 这个功德有了 看你拿它怎么去用 我们让功德 再增加功德 更清健 找成道业 这是绝端正确的 有的他会世间的腐败 会世间的享受 一得 过去就完了 那个福报有进的呢 观学纵上不做众生祥 这是从礼 从四上观想到礼 观学六道 出生乐鬼 对于助取 无取享 平等平等 这非常有好处啊 对的受众很大 你在任何困难当中 你说 你受苦难的时候 不做苦难想 做什么想的 哎呀我可消灾了 这下子可好了 再还完了 我就清静了 我还完了 我就成佛了 要成道了 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心里不但难定 而且非常愉快 有希望了 那那个痛苦没有了 痛苦那个境界没有了 我说哪一个受伤 我说上病口 我说最发高手 最高点的时候 40度 我说到41度 接近死亡边上了 这时候你要想 这下可好了 我快成道了 我快离开这个烦恼世界了 你不但不敢要发烧 这敢叫心地清凉 信吗 试验一下看看 这叫建筑取无取享 横住禅记不细心 横住长时间的 不是短暂的 不是说我们一般理解了 禅记就是闭上眼睛 完了打着打断 这叫禅记了 这个禅记是一般性的 整个是禅记呢 你在这听课 入了定了 听听 还在听 也听他说 也在这装 也把身心忘记了 禅记了 心 妄想心停歇了 这叫禅记 这叫什么 这还是方便 佛所做的 这是佛的神力啊 佛所做的都是方便会 读众生的 这是文殊 斯利菩萨 赞叹 所有这些计算 都是赞叹佛的 要么对佛的境界 圣人的境界 产生一种信念 前头把佛国的境界 前头著品 把佛国境界跟你说清楚了 文殊菩萨教导们 怎么样相信 千万陌生疑惑 陌生二恋 相信佛的境界 用这个思想 忏悔你的业障 咱们每个道友的经人说 哎呀我业障很重啊 也不开智慧啊 仗的很多呀 烦恼很多呀 因为你在他 被他所细数 不过你把它放下了 看破了 看破了 全是假的 当下就 那就就 有了智慧了 认识他 认识他 他害不了你 他就害你 你环抱 我这回可泄透了 还了不就清净了 免得笔牌啊 这样 能够消除你的身见 把这右体 看着很重的身见 没有了 有了智慧了 有了智慧了 你再看他呀 运劲不疼 对 对 对 那么 关你这个身体 经常关 这假法合合的 没有一处干净的 七孔长流 不静 嗯 这个微脆的身体 遇到什么挫折都受不了 所以跟头也许弄骨折 年龄大一点了 摔个根头就不得了了 睡睡觉 翻个身 突然就半身不随了 你到医院去看看吧 你看看那些个灾难吧 对 看看那植物人 每个医院都很多植物人 还是有口气 什么都不知道了 神子都丧失了 对 经常的观 经常这样想 这叫什么呢 这种观叫善巧 善巧通达一切法 用善治坏 你认识它 你认识它 它害不了你 认识一些法 一些法不能危害 但是产生正念 念佛念法 念僧念戒 念慧念银念字 这都叫正念 是正念处 琴修涅盘道 什么叫涅盘呢 不生灭 走到不生灭的道上 你要泄透了 看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的 没有不平量 受邀贫复 世间一切灾害 为什么它受灾害 为什么它在难上看 你看见那些个 我看那电视上 那边打仗 打仗死完人了 好多人去看热闹去了 那有什么看头吗 正在看的时候 又一个炮弹来了 完了 正在看热闹 把你也烧上了 你还看热闹不看热闹 世间法就如是 这谁能泄脱呀 世间没有不平的 不平是你的心念 一切法都平等平等的 有因缘 有果报 你了解因缘果报差别了 你看你一切法平等平等 但是一种说 在理上是平等的 在世上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呢 个人做的业不同 随业受罢 泄脱了 离开一切诸法 在一切诸法上 得了泄脱了 得自在了 怎么样才呢 因为你得到理了 是在理上泄脱 离开这个是个不平等 全都讲了 因为你正念 勤修剥造道 才能 没有不平的思念 正念 正念里头没有不平 全都是平的 这是佛的神力 此界灭人方便了 正到寂灭的究竟果得的人 他有这种方便散讲 他给众生说 给众生说这些法 有能勤向佛菩提 去入法界一些字 散化众生入于体 你住佛心方便力 你的心住在佛心上了 跟佛一样了 就是你的迷惑心 住在觉悟心上了 迷惑去掉了 这是因为你修行 向佛菩提国 产生了法界智慧 能教会及众生 都能学佛 去向佛国 佛所说法 皆随入 广大智慧 无所耐 一切处形 需以真 实在是方便力 佛所说法 皆随入 就是你能够正入 随顺入佛道 广大智慧 无所耐 这个时候 你随时入佛道 你产生了 广大智慧 一切无障难 障难是我们心生的 心上种种法上 没事自己坐那烦恼 无罪找家扛 他说无罪要带给家吧 没事找事 每位道爷可以想想 我们大多数没事找事 无缘无故的烦恼 我想想 今天某某同学 他对我很对不起我 我非要报复他 这就是想报复 无罪找烦恼 或者你鞋子被人打脏了 或者上下床室又扑到你了 一点小小事 同道之间也入善 再的人更不想说了 人家说句话 哎呀 他该对着我说的吧 特别你亲密人 人家三个人 那两个人都说话 他俩不是谈了我吧 怀疑了 这叫什么 无事找事做 这叫烦恼 这叫烦恼 没有智慧 处处生障难 现在呢 学了佛了 学的 怎么样利益自己 怎么样利益众生 甚至大菩萨把自己忘了 全是利益众生 实际上利益众生 就是利益自己了 这是修行的方便利 把自己的修行 都布施给众生 好像自己什么也没有了 其实这是最大的修行 我们很多人布施 总是把自己生花留下来 我都给他们了 讲了我怎么生活 不能洁净式 所以你要洁净式 你那福都不可思议了 众生都是 理解了 在这个做功德的上头 修道上头 他顾虑很多 顾虑很多就是 不相信佛的话 咱们现在都在这个里头 好没有断货呢 横柱涅爬入虚空 随心化现 梅不周 此一无相而为相 到南道处方便利 南道 成佛国 成就大菩萨道 解脱道 很难道 一说经过无量节 因为你看不破 放不下 你要放下了 马上误得 入了光明觉 马上就成道了 我们是随份而消灾 只是消灾而已了 不能够弃弱 弃弱什么呢 无相 假无相为相 假无生为生 假无灭为灭 这就气道了 难道能道 这得方便散巧 这就方便利 昼月 即日月 即年节